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的咖啡沖煮攻略 今天拍這一集呢 原因是因為呢 又有人在學長YouTube上面留言說 學長你為什麼沖手沖不沖濾紙了 這真的是一個月經到不能再月經的問題 學長也回答過很多次了 但是竟然每一年都有人問這個問題 我們認認真真的把這一題來討論完好不好 學長呢整理了幾個我可以想到的 可能大家會討論到為什麼要沖手沖要沖濾紙的單點 首先呢第一點是學長比較認同的 就是如果你的濾紙呢 它的味道很重 就是紙漿味很重啦 那就是有人喜歡買100張30塊的那種 傲傲的濾紙嘛 那個處理起來味道很重的 或者是說有些人他就是很喜歡買沒有漂白的 就是那種黃色的沒有漂白的濾紙 這些濾紙呢它的紙漿味都會很重 所以呢如果你沒有在沖煮之前先把它淋濕的話 你確實會有很多的紙漿味 那這是幾乎學長覺得唯一 絕對必要要去淋濕濾紙的理由了 但是呢我說到一個但是 就是要跟大家講說 一你可以選擇沒有紙漿味的濾紙 現在很多的比較好的日本濾紙呢 紙漿味都幾乎喝不到 你就不用這麼麻煩嘛 那二就是如果你還是堅持 我就是要把紙漿味清乾淨 就是要先把濾紙淋濕也可以 那學長要麻煩各位 要去稍微去檢視一下 你是不是真的做到了還是你只做半套 什麼叫做半套呢 就是很多人臨時濾紙的時候 學長看的時候也是覺得很荒謬 就是ok 我濾紙呢 放上去以後呢 比如這樣 放下去以後呢 雙糊 好 這樣過一下 就假裝好像有把濾紙洗乾淨了 可能你使用的水只有20cc 其實這件事情本身呢 很多時候都是在自我安慰喔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的濾紙漿味很重 你可能需要用很多的水 而且用熱水 才能把你的紙漿味去掉 那這個過程呢 學長不敢告訴你說 百分之百是多少cc 你可以說服你自己的唯一方法呢 就是 你 要喝喝看你的紙漿水是不是有味道 就是怎麼說呢 就是這個濾紙新買的有紙漿味 先沖個50cc 好 沖完以後呢把下面的水倒掉 然後再沖50cc 然後你要喝一口 或是聞一聞 聞一聞 你這個下壺的水也還有沒有紙漿味 如果還有紙漿味代表說 不好意思 第一個50cc沒有洗乾淨 就是再給第二個50cc 然後呢再把這個水倒掉 然後再放50cc的水 然後呢你還是要再喝一口 或是再聞一下 直到一直這樣測 測到你完全覺得 你的水是沒有紙漿味的時候 你才可以保證說 我這個濾紙可能要花150cc的水 或200cc的水呢 才可以把去紙漿味去除 所以呢如果 你還是堅持要這麼做的話呢 你可以回去先研究一下 你是不是有把這個事情做到 那如果你覺得 我為什麼要喝紙漿水 覺得這件事很瞎的話呢 學長建議各位我還是買比較沒有紙漿味的濾紙 比較簡單 好這是第一個學長覺得 有支撐力 但是要做到要需要花點工夫的一個論點 那中間還有三個論點呢 學長覺得其實是中性的啦 你可做可不做 也未必能夠支持你一定要去洗濾紙 那第一個部分呢 是關於濾紙的服貼程度 那有些人覺得說 我的濾紙是不服貼的啊 我給了水以後它就會軟化 我就可以讓它濾紙完全服貼在濾杯上面 這個論點呢 其實也對 但是呢可以看一下 如果我今天這是濾紙 如果我今天是一個乾的濾紙 那我把它折好以後呢 小動作做好一點點 像學長很習慣 因為我用的濾杯很多種 所以確實有時候會不服貼的現象 所以我只要把我濾紙撐開來以後往下放 然後如果有一點突出來的狀況呢 這支記得 右手把我濾紙往下推一點點 往下推一點點 讓它整個能夠落在濾紙的底部 然後呢用你的左手呢 把這個突出來的地方呢 把它壓死 然後呢這個動作呢 可以讓你的濾紙幾乎是百分之百的服貼 可以看到 OK 完全是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濾紙服貼與否呢 其實也不是一定要用給水 淋濕才能夠完成的 這是第一個 學長覺得一半一半都可以 那第二個論點呢 是有些人覺得說 我在淋濕濾紙的時候呢 順便幫我的濾杯預熱一下 待會呢我要沖煮過程中呢 我的濾杯比較不會吸熱 就是它可能是沖濾紙的一個 順帶的一個好處嘛 這個論點本身呢 學長可以跟大家講 它有一點點不完全的對 其實事實上來說呢 如果我的濾杯真的很冰 那我給一點水 它確實會有一點吸熱的作用 這也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呢 如果你只是用很少量的水 稍微過一下你的濾紙的話呢 你的濾杯的升溫呢 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那你可能OK 把這個水倒掉 倒完掉以後呢 再把你的咖啡粉倒進去 然後再把你的水開始倒進去的過程呢 因為中間可能會隔個30-10秒 你剛剛淋了那一點點的水的升溫呢 基本上呢就沒有太大的差異性了 學長建議你可能要用更有效率的方式 而不是只給一點水 可能第一個是你要給很多的水 而且給完水以後要馬上倒粉 馬上開始沖煮 可能會有一點點差別 不然的話就是你可能要把整個濾杯呢 丟到熱水裡面去泡個30秒 讓它真的能夠吸熱 然後這個時候呢 再把它拿回來 再放濾紙 再倒粉 再沖煮 可能對你的整體的萃取溫度 是比較有影響的 只是給一下下的水 給個50cc的水 其實對濾杯的影響 真的是微乎其微的 所以我不覺得 它的影響會很大 那第三點呢 是關於它的流速的部分 當然濾紙呢 它真正到達它正常流速 就是它濕的情況之下 所以有些人會認為說 我不希望我的濾紙乾跟濕的情況之下 會影響到我的流速啊 我希望它能夠盡量保持一致 所以我會先把濾紙打濕 這個邏輯呢也沒有什麼錯 但是呢 以學長的沖煮經驗來說呢 因為濾杯剛開始呢 我們剛開始咖啡粉是乾的嘛 我給水下去的同時呢 我的咖啡粉是有點支撐力 它會慢慢的包著水呢 先攜帶咖啡粉的間隙之間 然後慢慢的往下流的 這個過程之中呢 其實它就會慢慢的讓我的濾紙變濕 那尤其像如果你是有悶蒸的話呢 中間甚至還有隔30秒 那我的濾紙呢 會在這30秒悶蒸的過程之中呢 變得比較濕 等於說你洗雨不洗呢 其實對我的纖維的潤濕本身呢 都會潤濕之後才進行到比較明顯的 往下滴落的狀態 所以等於說 這個動作本身 可能事實上也沒有影響到非常的大 我自己在測試 我自己在沖先濕濕子跟不濕濕子 幾乎流速上面是沒有太大的差異了 這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我覺得這三個論點都是屬在一個 預測但是可能對實際的沖濕影響不是非常大 所以並沒有支持我去一定要去沖濕子 那第五點又最後一點呢 是學長比較支持我不沖濕子的一個大理由 就是關於濕子濕透以後 會不會對我的咖啡粉也會造成一些影響 那當然如果我濕子是濕濕的 我把咖啡粉倒下去那個瞬間 我的濕子的表層有水 就會接觸我的咖啡粉對不對 這個時候我的部分咖啡粉就開始吃水 那如果這個時候 譬如說我水還沒好 我要去控水 或者說我水溫還沒到 或是甚至於我有客人 我可能要跟客人講兩句話 我可能沒有辦法馬上進行 沖濕的情況之下 我的咖啡粉就會處在一個濕氣比較重的環境之下 那對學長來說 這個不確定的因素 可能會更影響我的咖啡沖煮風味 所以我就不太喜歡這種狀況 我不喜歡這種不確定的因素 所以我寧願說這手咖啡粉是乾乾的 粉倒下去以後 我當然能夠快就趕快沖 那如果我臨時有一些狀況 水溫還沒有到 我想調一下紋 我想思考一下怎麼沖的話 我就不用太擔心說 我的咖啡粉會被浸濕了 所以這次學長覺得我不喜歡 沒有特別喜歡 先浸濕濕質的一個重要理由 所以重上手術 學長非常認真的跟大家講的這幾個可能性 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其實有時候衝與不衝 說實在的 學長也沒有覺得說 一定是哪個好或不好 像學長剛剛說中間那三個理由 它也有一些道理 所以如果你覺得這三個理由 你要衝 那你就衝吧 那別人不衝 其實也沒有一個絕對不對的理由 而是它是一種習慣 或是說各自有各自的知識的論點 OK 那當然 如果你還有第六個第七個理由 可以告訴學長說 學長我跟妳講 沖濕質一定非常非常的好 真的是這樣才是對的 那麻煩大家在留言區提出 那學長說不定真的被妳說服以後 以後我就來沖濕質 好不好 OK 那今天的咖啡充足攻略就說到這邊為止 如果各位有任何的問題想要來告訴學長 OK 學長非常的歡迎 學長一定會好好的看各位的留言 然後回答各位囉 好 那我們今天影片到此結束了 謝謝大家 拜拜 接下來介紹VV咖啡的合作夥伴Cafec 是日本咖啡器材專業品牌 招牌快流速的Avaca麻仙維氯子 是許多咖啡師的首選 最近針對戶外需求提出的Triton咖啡分享壺 同時兼顧外出的防摔需求 和手沖的使用體驗 讓你的露營不必妥協 詳細資料可參考下方的資訊欄 請看